今天介绍这个ROC Hobby的反坦克拖炮 它是可以给1比12的VLi用的 打开了盒子,有本说明书 这个是拖炮的实物,车子要自己安装 好,我们先看看配件 有两只装好车子的Ti-Link 一只强化版的拖车欧,有盒盖 有一堆LINK螺丝 这些件很小,很容易不见,所以要小心点 好,我们现在用太子拖炮了 刚才说的配件,有强化版拖车欧 其实如果有1比12的VLi,是要把它换到车里 即是原装拖车欧,要拆出来就换到这个 这样就比较确实 那车子如何安装呢? 其实你能看到这条濕,它是有一个小孔的 这里,包铃件,这里有些很幼的银色边 那是穿到那个洞里 那穿到那个洞里之后,如何呢? 就看这个盖子 它中间有一条槽 就是让你这样吸进去 锁住它 之后呢,再放一只艾纸 平面向入,斜面向出 之后再有一粒丝帽 那其实扭实它就可以了 最后就安装那些螺丝 拿上一只银子,搞定 说完怎样安装车 那其实这支炮 都还有得可以很多东西玩的 那首先,它是可以拖住来走 那现在没有车 那它也是一支坐地的反坦克炮 那它是怎样呢? 这里有个小扣子 可以松开它 张开 一个坐地炮的模式 那还有什么呢? 这个脚 是可以扭下来的 亦都是用来坐地用的 那脚如何扭下来呢? 就是看到这里 有个小小扣位 轻轻拉出来 那就可以转的 就是这样了 那另一边也一样了 轻轻拉出来 那就可以转下去 那就可以转下去了 那刚刚我弄开它出来 那扣就是这样的 那两边独立的 那这块盐呢? 就转下来 就转下来 正面 这样 OK 还有什么呢? 它很有趣的 刚刚我们这里 张开了一只脚 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支 很幼的树 是可以拔出来的 那它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将它 拔出来 套到前面的洞 让它这支鼻 不会动 你看它里面 一样有个洞 就是用来被它拔出来的 那还有什么玩意呢? 这东西才是精髓 那你先反转拖刨 你看到这里有个 好像三角形那样的染 你要把它拔出来 OK了 我拔出来 那打开了这个树 这个树 这个树有什么用呢? 它又是用来锁索支炮 让它不会走左走右 不会走上走下 那好了 反转支炮 那还有什么玩意呢? 你看到这些 有些手搅拖 其实它就是精髓在于这个 它转这支 是用来 教支炮的高低 好似的 跟真的一样 拧左拧右 不是用手扭 不是用手搅的 它也有一个东西 就是扭这支 这支是比较小粒的 靠拧这个东西来转左转右 然后这个上面 还有个炮弹箱 是可以打开的 非常精美 好 今天介绍到这里